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请各位把那个建议是把里面的这一个relative layout 先把它change layout好了 也是一样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来请你切换到这个XML模式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XML模式里面呢 一定会有个linear layout跟一个textview 请你把textview的部分呢 把它删除掉 delice掉 delice掉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切到你刚刚申请API Key 它是不是会产生一个 当然有一些乱码 你不用理会它 这个是IE本身的问题 那我们把底下这一段程式码 有没有看到 com.google.anjoy.map 这个mapview有没有 使用这个mapview这一段 请你把它复制起来 记得一定要到斜线 斜线这个大鱼的这一段 然后你把它怎么样 贴到我们的程式码 贴进来 control shift加F 我把它格式化一下 control shift加S就是F 就是格式化 其实我都是把它记下来 在source里面 在这边里面就有一个动作 按右键 好像是 我是记得那个快速键 我在这里 format OK 那我把这个地方 重新让它排列一下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多了一个 这个MD5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把它run起来 那把它save之后 不用写任何程式 不用写任何程式 但是呢 接下来 我们除了这个动作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还要再做几件事情 把这个接上来 那因为我们会用到 这一个 这个地方有个 com.google.anjoy的 这一个 这个外部引用的 这个类别 所以必须要在 manifest里面 做一些事情 所以接下来 第二个步骤 就是在那个 anjoymanifest里面呢 注意一下 这地方 还要再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引用 application 我要引用什么呢 引用 特别重要 这地方 我们之前在用 activity里面有用过 那请你add的时候呢 之前好像是用 activity 还要印象 那这里的话呢 请你选择 use library 因为我们是要用外部的 那个manifest里面是外部的 所以我要使用这个 这个程式库 library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的library在哪里 所以接下来第二步呢 请你去找到那个library 那在哪里 name的这个箭头 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 有一个叫什么 com.google 你